二零一八年雅加達亞運 中豪隊在空手道項目 成果豐碩 不只對打收下兩金兩銅 男子個人型也有王毅達 勇奪鷹牌 今年杭州亞運空手道 個人型賽事 也被看好有多牌希望 男子代表陳兆晴 期盼能夠延續王毅達的 多牌之路 更要想辦法有所突破 因為評審的 其實我們這個是 算一點點蠻主觀的 然後伊達也是給我蠻多的意見 但在比賽場上就是 變化很大 所以盡力就是把每個動作做好 讓每個評審的評分都是一致的 練習的都是還蠻習慣 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 因為每天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就是要稀稀去品味說 怎麼樣做出跟別人不一樣 或是有自己味道的做法 一致就是讓別人看到會覺得驚豔的 感覺 那是我們盡力要去做到的 所以會 雖然很枯燥 但是細節是非常非常的深 至於參加女子個人型的簡輝軒 在二零一三年參加東亞運 就有過銅牌的好成績 沒想到之後歷經一連串傷勢影響低潮 一直到今年才終於要踏上亞運賽場 成為代表隊鄭中最資深的菜鳥亞運國手 這段歷程相當艱辛 是堅定的信念讓簡輝軒可以一路撐到現在 我覺得就是自己的信念很重要 然後就是還有你的目標 然後其實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你一步一步的走 然後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然後就是我覺得所有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時機成熟 然後自己在技術上面 也是有一定的就是琢磨到一定的 就是算是我是算全隊年紀裡面最長 但是我第一次打亞運 但我覺得這就是都不重要 我覺得自己就是準備好一切 然後等待機會來臨 和激烈的對打比賽大不相同 空手到閒的賽事沒有直接面對面 比拼的對手 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較量 想方設法將技術雕琢到最完美的境界 並在規定的流派當中 發展出自己的風格 這所謂魔鬼藏在細節當中 簡慧軒和陳兆琴 將帶著強大的信念盡力提升 期盼把細節做到最好之後 迎來的並不是魔鬼 而是讓他們在亞運賽場上奪牌的勝利女神 回到聊天 將會報道